歲月偷了我們很多東西 例如我們小時候熟悉的建築物 今天已經在我們眼前消失了 但我們中國人有很多美德 例如感恩、念舊、尊師眾道 希望歲月不要把這些美德偷了 人的成長過程好像一個規律 青少年期不斷向前衝 很少懷緬過去或感恩之情 但到中年時懷緬過去的情懷 很自然產生 像我一樣 小時候媽媽媽經常叫我 回家逛逛逛 我很想跟她說不要 但到中年時我竟然主動回家逛逛 去試圖尋根 會不會是新主動回家 很牽涉的 非常牽涉的 超過二十年的知己 對電影行業非常有貢獻 拍了很多好戲 香港人對他們的戲是絕對不陌生的 他們是被譽為 銀壇神雕俠女的羅啟銳張遠亭 兩位大導演, 我跟你說 我看了《秋天的童話》兩次 看了《玻璃之城》至少四次 謝謝 雖如神偷看過, 很佩服你們 拍的戲引起很多共鳴 特別是《玻璃之城》 因為大家都在港大畢業 看那部戲令我有一些童年的回憶 不是童年, 不是童年 不是童年… 少年的回憶 我覺得兩位最成功的 就是可以令觀眾有那種代入感 恭喜你 可以替香港的電影史 創出這麼輝煌的佳跡 但你們讀書的時候 當時我們港大沒有電影系 現在才有大學 兩位都是讀文學 其實對電影的熱情是怎樣… 有這個感情出現 可以跟觀眾說嗎 我自己喜歡的電影 其實不是大學時期 是中學時期開始的 聽說你不走學一年去看電影嗎 對… 我中三的時候 學人拍拖、拍拖 失戀, 失戀, 失戀 你知道通常初戀也會失戀 我沒有心機上學 經常外出、擋 外出擋會碰到學生獎 對… 他們會抓我回校訓 我去抄校規、留堂等 其實我當時很不明白 大家一起塗學 你怎會在街上看到我 以為他也是塗學 對… 為何你會在街上看到我 他有藍條帶,所以拉起他 對…因為他是居然 所以他不用留堂 我就要… 我就很生氣 因為世界很不公平 對,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於是我想,不如我去塗學 當時我一定會這樣做 因為心情太壞 但走到哪裡 於是突然間… 當時那是夏天 我突然想到有個地方好 黑漆漆,沒有人見到你 又開著冷氣,又去看故事 就是戲院 於是開始… 每天都要塗學,真的要看電影 看了很多二輪片 那時是甚麼… 麗絲、百樂門 在澳校附近 每天都看,每一、兩天就換畫 看了很多電影 那時興趣開始 入大學時我已經很想讀電影 但像你所說 當時香港沒有電影讀 香港沒有電影讀 我家裡必須堅持,我一定要讀大學 我入了港大 我覺得讀一科 比較接近電影的就是文學 尤其是英國文學 因為當時英國文學 有電影製作 可以演舞台劇 就算是近磅 就是這樣? 對,我的腦就這樣走出來 所以有失必就可以 沒有當時的愛情 就有電影情,對吧 對…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失去那件事就得到另一件事 回來 很特別… 張導演 張導演 古時沒有女導演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自己去拍電影 以前那些導演 有電影和李漢祥,張徹那些 是… 戴墨鏡,吃雪茄那些 是… 但是我小時候 我爸爸經常帶我去看電影 家裡其實不是有錢 但是他只可以帶一個子女去 我最大 通常喝就帶我去 看電影也帶我去 那時候好像你的電影一樣 買三張飛,五個人進去 我爸爸沒有 他看西… 你最神糕 是真的嗎?我們也試過 因為他看西片 我爸爸喜歡 我爸爸看西片的比較壯重 他喜歡看什麼 蘇菲亞羅蘭 蘇菲亞羅蘭 安德里夏萍那些 那些真的要賣飛 那些比較壯重的戲院 我爸爸只帶我去看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了一齣 叫做《沙漠梟雄》 看過 真厲害,這個… 是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眼睛 是南海藍的 在沙漠裡 我記得太陽很大 在地平線上升起 我就覺得我大哥 一定要去沙漠裡住 我一定要看到這麼大的太陽 我不知道那時候 叫電影拍照 拍到太陽大得好像無論那麼大 我不知道 假的 我就要去沙漠裡 看見Peter O2 對我來說 電影是一個夢 是 而是夢的實現 但我沒想過 自己可以做一個做夢的人 可以製造一個夢的人 但你們由喜愛電影 一直到紐約讀電影 到今天的成就 其實走那條路都是很艱難的 我看一些資料 那時候的奮鬥和掙扎 達到你們今天的夢想 其實那條路也很艱辛 是嗎 可以兩位說說 當時你們遇到有甚麼困難 如何克服 給我們的觀眾聽聽 如果從我小時候開始說 我小學的時候 到了後來 交學費也沒有錢 差不多 校服也沒有錢買的 是 就像現在的助養計劃 那時候我由一個加拿大的船長 每個月供我讀書 他每個月寄少少錢給我 幫我交學費 然後我第一副眼鏡 就是他給我錢買的 我怎樣告訴他 我近時也不懂得說 那時候小孩子的英文不好 我就說 我可以看花 他便說 你有短視眼鏡 他便說 你來香港 不如我寄一些錢給你 你去配一副眼鏡 這樣戴的… 這樣戴的… 對… 以前那些困苦 現在說回來又覺得很有趣 對 好像悲劇加了時間 就變成喜劇 所以現在說回來 譬如我們在紐約讀書 根本是沒有錢去的 因為你在紐約要讀電影的碩士 如果你要儲了三年的錢 就要幾十萬 幾十萬 當時是可怕的 我沒可能能儲得到 於是我拿了一萬元便去 因為是港幣還是美金 港幣 就打算先讀一國學期 看見步行步 到時候如果不行 就算是美國旅遊 即是去紐約旅遊 紐約大都會 很昂貴 紐約大都會 很昂貴的 反正他收了我去紐約大學 不讀八不讀 還是先讀一下 但去到真的一毛錢都沒有 就在雪地上 我記得是很大的雪 但我們為了節省地鐵錢 就從學校… 即是Washington Square那裡 走到唐人街找工 要45分鐘在雪地上走 最少 根本那雙鞋子冰到… 冰到要占布子也占不到 走到它都很像 然後我們經過唐人街的店 唐人街到紐約 突然唐人街所有的人 即使是大佬、菲伐移民 你平時不會跟他們聊天 但你是黃皮膚、黑頭髮 你都覺得零件是親近的 而且說廣東話已經是自己人 對,看到他真的很快樂 然後他看到你這樣雪養 他就會說 吃了飯了嗎?這麼巧 對,還沒吃 然後每天經過他 他就知道我們根本很肚餓 在適當時經過他的門口 他一適當時就會出來問你 吃了飯了嗎?還沒 然後跟著他去吃 每天認識很多朋友 有樣正味 對 就是這樣維生 後來找了工作 他們給我們工作 慢慢賺錢,見步行步 其實當時年輕的時候 不是覺得很慘的 慘 怎樣慘也不是慘 甚至有一點享受這種冒險 就是懶惰 我只有兩個星期的錢 我交了學費後 我有兩個星期的錢 去捱我在紐約的日子 我過了第一個星期 我也找不到工作 第二個星期,我真的慘了 對…你沒辦法 只有最後這幾元 就過了最後這個星期 果然就是那個星期的週末 我們唐人街就找到第一份工作 而且是好的工作 不是洗盤碗 不是甚麼 是在一間書店做賣書 很有文化氣息 有中國人說天無絕人之路 對,真的很高興 每天在櫃圍看書 聽歌、看碟 跟那些… 更精彩 對,就是這樣 那時候沒有想過 在那邊發錢回來香港嗎 有想過 其實那時候 也有那邊的公司跟我們談 但是因為我們第一部電影 《非法移民》 就是我們的畢業作品 同時也是 邵氏公司的方小姐投資 當時我們有這樣的義務 要回到香港上映 然後宣傳在香港做後期 那部電影又輕微地成功 贏了一些獎 於是很快便有人 叫我們拍第二部電影 然後就去了香港 接著方小姐幫我們 簽了三部片藥 很高貴的那時候 他真的為眼色英雄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住在邵氏影城 很厲害… 那時候宿舍,住在宿舍 是嗎? 是… 真的… 每天在那裡… 我一早就看到你們,兩位 這麼厲害 對,然後就留在香港 從此就是… 我永遠浮游 由於很多人找你拍攝 你花很多錢 突然又… 沒有人找過拍戲,沒錢 拍攝了 難中有佳 街中有難中度度過 那時候我最大壓力 我又不會享受成功的快樂 雖然那部電影很成功 但我是很不快樂的 唯一一部電影我看完之後 就不想離開戲院 這部電影叫做《星光伴我心》 男主角後來成為了一個 很大的製片家 他成長到他成功 是因為一個人對他影響很大 就是在戲院播放電影的一個老人家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覺到 在我心裡都渴望 有一個人成為了我的啟蒙老師 又成為了我的指導者 當我這樣分享的時候 原來很多男人都有這樣的需要 你們算是香港另類的導演 或者主題各方面都很講情懷 對, 其實又要計算市場 受不受呢 一方面又要拍攝自己想要拍的 另一方面又要計算的票房 兩者如何平衡 我們沒什麼計算 因為我覺得計不到 對 因為這個世界這麼多東西 未可預知 例如你說拍《雖月神偷》 大家都說 連老闆都說 拍得便宜一點點就當賺 全是, 十五年分嗎 對, 他不要欠那麼多 因為他喜歡這個故事 他猜是會欠的 但他說, 行了, 我喜歡, 你拍吧 不要欠太多 找電影發展基金 希望大家分擔一些風險 其實沒有一個人覺得會賺 拍攝只不過是為了 大家對這部電影的喜愛 還有想留一個紀念 還有自己心裡一個熱誠 所有老闆, 其實包括我們 我也很感謝老闆 他們要出錢的 他們真的沒有想過賺 沒有人想過會二千多萬 是完全不在這幻想中的夢 還在這種時勢 對, 說了 對 現在的港產片真的很慘 很慘勢 以你們今天的名氣和成就 你覺得在找投資者是否容易了 現在開始已經 這一刻比較容易 因為你上一部電影的成績 會影響你下一部電影 是 但到下一部電影就不知道了 因為其實這個圈 真的變幻得很快 你的成績就等於你上一部電影 是 而且我們下一部電影 會比較貴一點的預算 比較說一個大時代的愛情故事 我們三零年到五零年代 即是上世紀 所以那個錢又大很多 我永遠浮游 由於很多人找你拍攝 你有很多錢 突然又沒有人找過拍戲 沒有錢 永遠… 永遠就是一步… 一步難, 一步街中 就是難中有街, 街中有難中度度過 我們就是這樣 這是你們的碎神都的金句 對, 做人也是這樣 對… 你看到荷里活的導演 風光的那些很厲害 對… 好像拍攝阿凡達的導演 對… 你會否覺得 如果你們去一個更大的市場 發展會更好 我的意思是… 不要只看人家風光的表面 阿凡達的導演 他在他上一套和現在這套中間 去了十幾年 那十幾年 我想他不停地鞭撻自己 很害怕… 很害怕 創新的 如何可以將他超越上一套 我想他的壓力 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 他的壓力就是… 他拍攝了一套 全世界最賣藏 以及獎項最多的電影 就是鐵達尼號 鐵達尼號 如何可以超越這一套 以前有一個拍… 你記得聯世佳人嗎 記得 連世佳人拍完之後 那天就無以為計 從此不能再拍第二套 很多導演是這樣的 是嗎 一部很厲害 從此就不行 其實可能是壓力太大 可能是他自己的個人困擾 就像大國民那樣 Oson Welles Cellison King 他真的大國民之後 就不知如何算好… 所以我也很崇拜Cameron 他竟然可以拍到一套 可以超越上一套 起碼是票房上 是 而且在影像上可以超越 我記得有一個導演 叫Franc Capra 不是說現在的一代 或者未必會知道是誰 他寫過一部自傳 名字很有趣 叫Between Flops 在縮與縮之間 他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他覺得Between Flops 可能有一套成功 其實就是這樣 作為導演 你當然想一套給一套成功 你的壓力就在那裡來 是嗎?可以這樣說嗎 對,如果你這樣要求 自己會 不過我們比較好 因為我們每次試圖拍攝 都不太一樣 你大概猜到 例如《雙夜神偷》 其實我一開始拍完 我猜是二、三百萬票房 我又會很高興 現在是二千多萬 所以就會好一點 可能下一套 你拍攝一套大 下一套就比較實驗性 所以每一套的目標 達到的成績都不太一樣 沒有那麼直接去比較 如果每次都拍大型商業片 就麻煩了 這次是二千萬 下次要二千萬 下次要三千萬 那就麻煩了 這樣嗎?辛苦 我記得我剛出道的時候 拍秋天童話的時候 突然不知道為什麼票房這麼好 而且有很多獎項 那時候我最大壓力 因為剛出道 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對成功 我又不懂得享受成功的快樂 我只看到成功的壓力 所以那段時間我覺得 雖然那部電影很成功 但我是很不快樂的 但現在我看透了 我覺得那段時間成功 就不要看壓力了 只是快快樂樂地享受一下 到你下一次滑倒的時候 留下煮的能量 到下一次失敗的時候 就可以溶出來 有些駱駝, 儲點水 儲點水 儲點正能量 首先 其實你作為導演兩位 你的滿足感是… 是源自票房的紀錄 拿獎 有些戲拿獎, 沒甚麼票房 還是觀眾或影評家的好評 那個快感在哪裡 第二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往往最開心 就是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 你沒想過的 以心不道的觀眾 突然間通過不同的方法 去告訴你 他很喜歡看你的電影 就像我一樣 突然間… 他告訴你, 我很喜歡 很喜歡你的電影 真的… 你會很快樂 你知道他是真的 是… 有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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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有時都是講運氣的 是 又不知那一期… 你那套戲剛剛好 即是… 對手要計算 有時… 其實真的票房 是觀眾用錢來投你票的意思 是 所以有時見到真的觀眾來告訴你 是好 你很快樂 很快樂 而且好像這次一樣 突然間有很多小學同學 找回我 那件事真的很好 很開心 因為大家還給他 以前小時候的街坊 那些街坊問我 那個小孩是不是就是我 你小孩是不是就是我 就是你… 那我就很開心 他又很開心 好像波利知誠人 Rafael也覺得 是自己的同一帶子 對… 其實在歲月神偷裡 在那邊一半艱難、一半街 是你父母給你金句 還是你父母給你金句 我爸爸 你爸爸給你 他真的這麼說 他真的說孩子會變難 你從你爸爸身上學到甚麼 我爸爸其實… 他真的很堅毅 他真的很堅毅 而且他很相信自己做的鞋子 很耐穿 但這件事他沒想過 原來在社會上最容易 令他面對困難 就是因為那些鞋子太耐穿 對… 因為他們太耐穿 所以那些人不來再買一雙新鞋 因為那時候那些人不是追求款 那些鞋壞了才會來買 那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他對自己的職業 愛好和尊敬 是我很佩服的… 我很佩服的 所以這也影響到你日後 現在做導演也會對你的… 對,你一定要喜歡自己做的事 如果你不喜歡自己做的事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對自己對人都不好 就是說我這份工作多一點錢 他喜歡的結果 他不喜歡做事 他不喜歡工作 甚至家庭也會給他壓力 即是說兒子… 你不會做導演 做導演可能很久才賺很多錢 你不如做銀行 投行 我認識一些投行的人 我真的認識一個女生 她是做了投行 她轉去做電影 因為她喜歡那件事 所以她在家裡 最初就說你做投行 後來她發覺她喜歡電影 她現在轉去做電影 所以很容易 我在大陸看到一個美術指導 她本來是牙醫 她說我每天看到 世界上最醜樣的東西 我問她這個最醜樣的東西 她說牙孔 她說每個病人進來 就多張開牙口 讓她看牙齒的牙齒 對 我說這是全世界最醜樣 她說不是 有一件事更醜樣 我說甚麼 就是當牙齒被我拔走 之後更醜樣 她的血泥湧出來 但她又幫她做甚麼 做假牙齒 但她說明天開心很多 她主要做美術指導 她很高興 因為我們這行業都很艱辛 有時候你沒事做 有時候有幾個月就做很多很多 如果你不太喜歡 進行後就會覺得 為何人家每天晚上吃飯 萬家燈火的時候 很溫暖地在那裡吃飯的時候 我就蹲在那裡吃飯盒 狂風在那裡吹 又有時候下雪 又有時候在沙漠 如果你要很喜歡那件事 才會在這麼醜慘的時候 你不會問自己 我為甚麼會做這件事 然後轉去做導演 你媽媽的時候有甚麼意見給你 她不知道 有一晚我記得 我在家裡吃飯 突然電視播出一套戲 導演羅啟銳,她說我 我叫她 我也喜歡看電影 在我看過這麼多電影裡 有一套戲令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個意大利片 叫做《一個快樂的傳說》 那套戲說一個爸爸和兒子 在納粹集中營的生活 這套戲充分突出了父子情 亦說出在一個艱難的時候 如果你有積極的態度 有樂觀的態度 很多事情都會變得很美麗 可以說你的風格是比較… 可以說是拍攝一些 可以令人回味的 而是很有…怎麼說 突出人與人之間 很多關係的戲多 這是你們的風格,可以這樣說嗎 以前我看過的戲 都好像是… 或者多數是說情的 對 無論是愛情,或者是親情 或者是友情 或者是姊妹情 譬如宋家皇上說三個姊妹情 其實歷史只不過是背景 譬如《歲月神偷》 其實也不是說六十年 不是故意懷舊 而是只是那個兄弟 住在六十年代 那件事發生在那裡 所以其實主要都是 一個家庭和一個兄弟的感情 有時候玻璃之城就是愛情 是… 我覺得情是最重要的 成功之處是說情 就是你不是那個背景… 很簡單,看秋天童話 不是說那個疑問 有這個經驗才能投入 看了電影真的很容易投入 這個就是他們的高手 我想人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無論… 我覺得所有寫東西都是… 如果要寫到人物要突出 以及感情要深入 你們觀察很細緻 特別在人與人之間的情懷上 可能平日也是這樣嗎 我自己…是的,我很喜歡… 其實剛才我坐在那裡 當不用我回答東西的時候 或者你們在問東西的時候 我會偷看這裡這麼多人 還在玩導演嗎 還在做什麼 在看他們在做什麼 想一想他們的背後會是怎樣 誰是學演派,誰是紅褲仔 我會想一想 嚇到電影人 隨便抽出一個角色 是…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角色 都是基於我們認識的朋友 例如船頭赤那些 你說那些口頭蟬 什麼茶煲 對,茶煲最好,最記得的那些 茶煲嬸等等 全部都是…我們那些… 一個朋友叫做潮皮靈 他那些口頭蟬 我們就是… 經常觀察一下 人們的說話方式 和他們的小動作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喜歡做寫作、導演 又或者相反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做了導演 就更加要觀察多些人的反應 這次的電影是有九成真 一成假的 那種假在哪兒 其實假也不是真假 不過我是把時空、人物的關係 調一下 可能這件事不是發生在那天 我們這樣調了 例如電影裡 或者你也會記得 爸爸的戒指不見了 為了籌錢給哥哥 那件事不是我媽發現, 是我發現 就是那種改動 我還很傻地問我爸爸 你戒指呢?你戒指呢? 我爸爸苦笑, 摸摸我的頭 就沒有回答我 你童年就這樣長大了, 是嗎 是… 就真的在永利街大? 是嗎? 在永利街 不是, 我在深水埗 深水埗… 永利街, 因為現在沒有深水埗 變成人面全非, 變成桑拿玉 全港救生界只有一條永利街 可以拍攝六十年代的那種 整條街都保留了那個風格 我小時候, 我住的那個… 我們當那裡是一間芬蘭月屋 是, 芬蘭月屋 那時候我們看到永利街說要活化 多震驚我們 我在電視上看到政府快要活化 即是要拆了 我們立刻向政府申請 說你在活化之前 可否讓我們拍一部電影 要先去中西區議會 區議會 面對所有街坊 以及解釋我們怎樣保育樹 各樣的東西才可以開到 如果當時你拍《玻璃之城》 可以有今天的效果 河東就不會拆了 那時候就是慘 那時候不流行保育, 還沒流行 那時候他說拆, 河東也好 他說拆, 我說你不要拆了 你給我三個月拍了我的電影 那些學生已經搬走了 那校校給我拍 我簡直可以開水喉 吹濕了整間學校 也沒人理會 其實挺好的拍水戰 但我拍到最後那天 明天就離開了 我很傷心 我逐間房間跟他們說再見 再見… 去到我自己的那間432號房 我還看到門口已經破爛了 所有人都被人開了 我說怎麼弄破了門 那人說, 你明天也拆了 我拍了很多照片 很捨不得… 不過是, 發動河東這麼多舊生 又是政務司長 又是保安局長 又是申訴專員 其實真的… 還有Denise也是 對, 余忠儀也是 真的可以保安局 河東出了很多高官猛人 不過那時候不流行 事不我遇 對 一來不流行, 二來沒有發展… 香港沒有發展到一個地方 你覺得需要保留一些 要玩過的東西 現在意識是強了 其實你現在回顧 香港有很多地方 如果保留了, 我們有我們 所以不小心拆了 那時候我們沒有想過 甚至…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甚至在香港中環、香港會 那個很漂亮 我最記得我畢業當時 那個香港會很漂亮… 很漂亮, 記得嗎? 很漂亮… 現在又沒有了 香港有一件事很可憐 就是你超過五年之後 舊地重游, 懷緬一發 原來沒有了, 原來沒有了 現在少於三個月 你約別人沒有去那間酒樓 也不要約, 先看看, 收拾了沒有 原來沒有了 原來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現在 我們保育的意識高了很多 就像你所說, 那是好事 真的, 我們香港 應該保留很多特色 很可惜河東拆了 很可惜很多東西都拆了 不就是河東 很多 其實我不是… 火車站 對, 沾上火車站 拆成一輪 油證局 已經是… 是… 我們那時候真的不懂珍惜 不懂珍惜 以為這些東西永恆地會存在 誰知道不小心自己走一個轉 之後回來已經不見了 幸好你拍了《玻璃之城》 現在應該每一個 進去河東住的女生應該要… 有看… 原來他們在大學 原來現在經常給新生看 就說舊時是這樣 是嗎 所以現在人們都穿上帽子 因為發覺大學生 都要穿上一些莊重的高級桌 不可以亂拍拖鞋或穿牛仔褲 所以現在回到大學 看到人們都穿得很漂亮 是… 女生穿上黑色裙子 穿上帽子 他們的電影給我們很多回憶 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年輕朋友 幸好有這個熱愛 對電影行業的熱愛 我最近看到一段新聞 好像開了一些訓練班 去培育一些想做導演 新一代入行 或新一代入行 這是好事 因為香港… 特別是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雖然是小小的 但是我們的創業工業都做得不錯 比較上… 有一段時間都不錯 有一段時間都不錯 但近日就是小人入行 真的 是嗎 因為可能香港做了一個金融中心 賺快錢和賺得多 都是入金融業之類 很多父母都不讓子女入電影業 或者創作業 創作業是很沒有保險的行業 又要看你天分、又要看你努力 又要看時機 所以就穩穩的 其實炒樓、炒股票都…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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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世界上 你永遠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 創意工業又會賺很多錢 都未頂 對, 行行出狀元 對, 在外國其實是賺很多錢 突然你兒子又做了明星 他演技又得到肯定 又做了影帝 又賺很多錢 但是真的要捱 真的要很相信自己做的事 我剛才跟你說 我最初是做銀行的 對… 做完銀行, 轉到電視台做… 原來你和我同行 你和我同行 我做完銀行後 去了電視台做導演 就是導演仔 對, 我記得有一次回到中環拍戲 中間, 你知道我們拍戲 吃飯吃得很快 15分鐘、20分鐘吃完一個飯盒 我和整群組員 蹲在天橋吃飯 我突然看到一個舊時 銀行裡的女同事 她看見我很尷尬 立即另一面, 假裝不見我 因為她害怕我尷尬 因為我肯定把她帶在旁邊吃飯盒 她說真可憐 真可憐 真可憐… 對, 剛才轉到哪兒 真可憐 真可憐 我試過有一次拍八兩金 到開屏的一條村 到了下午, 中午的時分 在一個田裡四十多 連農民都…他們全都竊鼠 他們躲在屋裡善良 我們還要拍攝, 因為要趕工 就像新水新汗拍張艾嘉結婚 整個圍村出來有儀仗隊 每個人都正中暑 然後有些農民出來就說 你們真苦, 我們也不耕田 你看看, 我們不可以在這個時候 施水… 施水 你們現在這樣拍戲嗎? 你們真苦 然後我說 我也不明白為何我們拍這部電影 有時候你真是順身有些動搖 你說如果亂世的時候 如果打仗, 人家都是種田 有用過我們 好像種米出來有用過我們 我們拍戲搞什麼呢? 拍劇情, 拍劇情 有時候很囚賬, 問過農民 農民就說, 也不是 文革的時候 我們只有七套洋版戲看 人都有點癲癲 很悶悶得慌了 你們不行的, 你繼續努力要拍戲 讓我們可以有娛樂 有時候有些人鼓勵你 鼓勵你, 你聽聽 但有時候你會自己… 你很有信心才可以繼續走下去 你哥哥很早離世 然後你爸爸也離開世界 你媽媽獨力支撐一整個家 你做銀行其實挺好的職業 然後轉了去做導演 你媽媽那時候有什麼意見給你 他不知道, 我答得 我不敢讓他知道 但我不敢讓他知道 他不知道我轉了工作 後來我轉了… 因為我轉了去香港電台後 很快就變成導演 有一晚, 我記得 我在家裡吃飯 突然電視播出了一套電影 導演羅啟銳, 她看著我 當你媽媽… 媽媽反應知道你的導演 她很奇怪, 但因為我幸好 我不是在演導演時讓他發現 如果我在演導演時讓他發現 就糟糕了 但我當導演才讓他發現 他就覺得挺好的 也算是導演 也算是導演 而且他喜歡看那套電影 因為我是在錄影廠裡 我一直在錄影 因為知道那套電影是自己的 我當然知道 當晚播出了我的電影 是在錄影廠裡 是嗎?是在錄影廠裡 是在錄影廠裡 他看著他就覺得挺好看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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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看到自己的兒子的名字 羅啟銳的名字比較少見 所以…不是王志強 陳太平 朋友至少已經經常說 為何你不結婚… 當時到了若干年後 到今天 他們叫我們結婚都很離婚 我爸爸媽媽那一代 每一個人背後都是很傷心的故事 但大家都一直… 過都活下去 無過來 小時候我新年很喜歡去玩放煙花 後來因為發力的緣故 我們不可以放 政府就放給我們看 從我心目中 香港從我成長到現在 一直都像煙花一樣 色彩繽紛很燦爛 但要這些煙花繼續綻放下去 就需要我們不斷的付出和努力 才可以看到煙花那種美麗 你們兩個相交相知很多年 大家做同一行又合作這麼多 其實會不會… 有些人合作不了 因為爭吵很大 你們是怎樣經歷爭吵的時刻 但我們根本認識的時候 都是同學 在紐約大學同班 因為我們班只有三個中國人 我們經常都一組 我們要一組一組出去拍戲 那位是男的, 那位是台灣學生 那位是瘋子, 所以… 沒有什麼競爭能力 沒有事 那位是瘋子 你才拍更多的東西 他竟然在自己結婚那一晚 叫我們去假扮這個… 他需要一場結婚的戲 在畢業論文那裡 他叫我們大家… 你就去拍了 把真正的結婚 真正的結婚 變成了畢業論文 對, 還要拍那一場戲 就是有些黑幫衝進去 屠殺的婚宴裡的人 他叫我們… 你扮… 你們自己扔進來時 他找了一群攝影師進去 就扔血漿到嘉賓那裡 然後我們就馬上拍了 我說你有沒有通知你外父外母 當然不行 他說沒有, 不行 我才逼真 我不可以通知 於是我們大家就衝進去 你真的做嗎 在擺酒的時候 當然了 要拍畢業論文 我們也有點瘋狂 畢業論文是很大的事 於是就衝進去 我們全部就馬上開機拍攝 然後那群扮賊那群 全都是AK47 狂掃他們 他們陪陰你 對, 但是扔血漿過去 要真實 他們當時的反應如何 差點心臟病快 又害怕又怒 真的要離婚 你的外父外母 立即嚇到屁股底 真的… 然後叫女兒… 她親友全部人離開 千萬不要嫁給這個瘋狂 英伯已成催嫁了 那個就是這樣 我們三個中國人就變成這樣 所以那個沒有健身力 這個就… 這個是否影響到你對傑輝的陰影 不是, 我很欣賠他們 可以用自己的分析 被論文寫完了, 不用擔心 但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各司各法 拍戲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不是一個爭執的關係 即是無論是做… 你自己的團隊 你做導演、編劇、演員都好 我們經常都這樣合作 但總有意見不合 意見不合就是導演說事 誰做導演那天 導演說事 對… 基本的訓練都是這樣 你不能有兩個人在片場上 另外那個人可以給予意見 給一些看法 但你終於只有一個人在片場上 我們很明白 片場那裡當然是一個導演說事 但最慘是片場以外 有很多時間相處 那時候… 那些就會… 令到另一個人就會說事 我喜歡說事 誰…即是說你 誰喜歡說… 他會說你今天全日的事 不太妥當 你明天繼續做他要做的事 那你怎樣面對他 那些比較煩 但其實我們沒有分誰說事 那段時間誰拗贏了就說事 這樣也可以 可以的 是嗎 我覺得是一個關係… 即是誰清醒一點 一個關係 你不能說這個人永逢會說事 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不是很合作的 這個也是高度的藝術 所以他們真是同友當導演 對… 就是這樣 這次你說事 這次我說事 這樣公平一點 我覺得你要當另一個人 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要給他適當的自由度 以及適當發揮自己的機會 否則那個人就變成一個附屬品 或者一個奴隸 或者一個菲傭 或者一個屋主飯婆 或者一個長期飯票 我覺得任何一件事都不健康 你對愛情怎樣看 你這些都是很長情的人 是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感情 無論是… 父子情當然是 母子情、兄弟情也當然是 但友情、愛情 其他如果是真摯的話 其實是長期的 是長期的 但會變成的 會變成另一種昇華 如果東西要變成也沒所謂 人生都是不停地變成的 但我覺得如果你找到一個人 你尊重的 或者你當他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或者是可以分享的人 那件事變成也會有一種感情 我想尊重是很重要的 是… 任何一段感情 我相信尊重的元素 令感情像剛才所說的 能夠維持 是… 如果你不尊重的話 就很難維持 所以很明顯兩位都是很尊重大家 很欣賞大家的才華 而且他們倆很配搭 一個很善亡,一個很善機 其實剛才是… 對,他很善亡,很大頭額 很善亡嗎 對 我這個記性很好 記性很好 所以他經常找不到東西 你要幫他找回我 對… 我現在通常習慣… 他一開始說那兩、三次 我不聽 他說不見了甚麼… 他不說第三次,我也不幫他找 因為我知道一定在這裡 其實就是在這裡 但他不找 他不找就讓你找 是… 你已經想不到 其實我很努力找 每次都,但我找不到,不知為何 這是讀書的時候已經是這樣嗎 對,我至少也是這樣 自小已經是這樣 我媽媽已經… 三歲還是八十所謂 對 我家裡甚麼都不見了 我媽媽就不停幫我找 我媽媽比較好 我第一次說不見,她已經偷找 幸好你又不會慘望這個人 我… 這個比較難忘 其實你會否想保持愛情的童話 所以你經常不肯走上班長台 甚麼班長台 我… 我算是班長台 我算是班長台 是牧師的語言 對…我也沒想過我叫班長台 其實我真的沒有這樣想過 可能久了,真的沒有再想過結婚 好像不覺得需要 你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形式 對… 是嗎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是這樣的,我們很多朋友 至少已經經常都說 為何你不結婚… 就是那時候 然後到若干年後到今天 他們那些叫我們結婚都離婚了 沒有人再問這件事 我現在沒有人再問 你為何不結婚 他們離婚後,你們倆還在嗎 我便說,對… 那就算了… 現在你看到那些朋友 就問他們為何還沒離婚 他真的斬了 真的這樣 我也想問問兩位 你看到今天的香港 你有甚麼寄予 大家都是年代成長 相信兩位都有些… 心裡的說話 想跟香港人說 如果請兩位說 你有甚麼說話想跟香港人說 我會覺得香港人近十年 有兩個大的問題 一,就是內部大家互斗得太厲害 內耗… 內耗得太厲害 我覺得很浪費精力 這些真的是負能量 這些亦不會對整體香港向前 第二,我覺得香港人整體膽怯了 沒有以前那麼有信心 沒有以前那麼相信自己 然後時不時就說… 你看到現在我們叫做港產 新一代叫做港鞋 然後我們說糟了,糟了 這個城市就追過我們 那個城市就追過我們 這些真的越說得越不好 沒有,其實我永遠記住 英文有句言語說 一個人是最大的敵人 如果你的敵人 你覺得就是這樣 那你就是這樣 你自己會變成這樣 在一個競爭的隊伍裡面 在一個這樣的履益裡面 其實香港人真的必須 重拾當日的信心 有這個信心 我覺得才會有戰鬥力 這件事我真的看到 是嗎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很膽怯 拼搏精神呢 拼搏精神,是的 現在好像發錯力一樣 一個曾經練過功夫的人 但他打那套拳好像亂了 你突然覺得… 那天我覺得香港人 其實也有拼搏精神 其實我…譬如我跟那些年輕的一代 我們電影界也有很多年輕人 其實也有很多人很努力 譬如我們那個李自庭 他為了做好… 即是我們那個做哥哥的演員 他為了做好他自己的… 能夠跳高欄的… 運動選手的角色 他可以兩個月每天拿著那隻欄 那個練習欄回家自己練習 他本來不懂得跳高欄 他練習到最後我們拍攝的時候 他竟然可以自己拍攝 是不用替身的 我覺得是有努力的人 是 不過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自己胡思亂想上 不要…前瞻顧後也不用了 我覺得是做的 例如不顧一切 不要想太多東西 就向前走,走走才算 自然有條路出來了 對 這個很好的忠告 現在我同意你的說法 很多年輕人想太多 一時沒有目標 一時想太多 有時甚至為了一些東西 就會輕生 是 你剛才說失戀就去看電影 現在最慘的 我看見失戀時自殺 那就再見了 這樣真的很可惜 是… 古時真的沒有那麼多人自殺 是 古時很多人都很努力地生存 其實每一個人… 我回想想 或者我爸爸媽媽那一代 或者我們那一代 每一個人背後 都是一個很傷心的故事 是 但大家都一直… 過都活下去 無過來 窮我們也窮過 我看《歲月神偷》很有感想 因為我小時候也去當店 我也去當店 因為家裡沒有錢 我當那些東西還沒那麼值錢 當時只當衣服 所以很有感想 窮有窮哥 失戀又失戀過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過活 是 所以兩位給我們香港人的寄予 我覺得很有意思 希望我們香港人將來 我們成功的故事可以延續下去 是 也很感謝你們兩位 今天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因為兩位很明顯是 一個很典型的藝術家 亦是一個有夢想的人 而夢想亦是成真 那我們已經是《歲月神偷》了一小時 謝謝 謝謝… 謝謝… 電影帶給我們很多回憶 帶給我們很多啟發 而電影工作者,他們的回報 可能是我們買了一張票進戲院 可能我們在街上看到他們說 導演,謝謝你這部戲 真的拍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做藝術工作的人 他們是值得我們去專屬的 社會的矛盾是甚麼呢 一方面是要保育 另一方面是社會向前發展 做導演的矛盾是甚麼呢 一方面是想拍自己 想拍好的電影 但又要顧及那個票房 不過今天兩位導演分享告訴我 原來他們堅持的原則 就是拍自己想要拍的東西 這樣的堅持下 就有成功的可能性